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12月19日 车路市市要勤狼 周日晚上 应超第18轮继续上演精彩好戏 其中狼队将主场迎战车路市 游屋之前连败给曼城和利物浦 狼队昔日豪门杀手属性 已成为了昨日黄花 此番面对同属争贯分子车路市 狼队确实不宜高估 作为应超联赛里有中资背景的球队 狼队在国内有一定的关注度 而在上轮联赛对阵白里顿 狼队凭借罗曼沙尔斯的一键定江山 最终以1比0胜出 从而一扫之前四轮联赛不胜的颓势同时 并且目前以7胜3和7负的战绩排名 几分榜中上游位置 球队表现算是胶足功课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 狼队最近遭遇非常残酷的赛程 除了金杖对阵车路市之外 他们之前三轮联赛当中 面对的对手分别有利物浦和曼城词等争贯分子 而在这两场比赛里 狼队全部败北 他们昔日豪门杀手属性 已成为了昨日黄花 由此可见 金杖对阵同属争贯分子车路市 狼队的前景可想而知 更加不利的是 狼队经济在进攻端方面明显缺少了灵性 他们17轮联赛仅攻入13球 此等数据仅比联赛副班长诺裕志要好 此番面对志在取胜的车路市 狼队确实不宜高估 阵容方面 前锋百度尼图和黄喜灿等人因伤休战 中场耶晨 莫斯基拉和前锋法比奥施华军感染新冠无法上阵 车路市上轮联赛以一比一打和爱华顿 而在这场比赛里美晨 曼智成功破门 这位新星已经连续四轮英超联赛中取得入球 并且还以22岁340天的年龄成为了队史达到这一成就的最年轻球员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美晨曼智创造记录固然可喜 但是这场合局使得车路市被争贯对手拉大积分差距 他们目前手握37分排名积分榜第三位 并且于曼晨和利物浦的积分差距达到4分和3分 如此一来 车路市必须在接下来的比赛全力取胜抢分 此外 目前印超正遭遇新冠疫情的侵袭 而车路市亦是其中的受害者之一 卢卡古、天母、华拿、宾杰维尔和戈林赫陈奥杜尔这四名球员不幸中招正在隔离中 他们四人无法出战本场比赛 然而对于并多将广的车路市来说 在过去的很多场比赛中 已经习惯了同时缺少卡古和天母、华拿因伤缺阵的情况 因此球队还是有足够能力应付的 毕竟在杜查的调教下 美晨、曼智和卡尔、夏威斯等年轻小将已经变得更加成熟 此番面对进攻能力不足的狼队 车路市为了争夺榜首位置 相信他们不会停止脚步来全取三分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